澳洲西澳省珀斯市多个地区周四三日,早上当地有多只电线杆着火焚烧,有些甚至倒下,导致约1.4万间建筑物停电当局到场调查后止。 这事是因为电线杆绝缘体上击聚了灰尘加上天空洒下的余粉,造成可供电流通过的路径,以止过热着火聚息。 事故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澳洲当局,只消防部门在凌晨4时开始接到电线杆着火报告。 涉及范围从北部的军达勒至南部的新格尔顿都有电力公司指,他们已派出数十名工程人员想修同时电力公司。 还提醒居民切勿走进倒下的电线杆。澳洲电力公司指这些电线杆均有可节电的安全装置,但有时电流截止后仍继续游走,以至一些炉酸等金属过热。 令电线杆其他部分着火澳洲电力公司公司又指,如果是下大雨反而更好,因为雨水可将灰尘氢发掉板权声明如涉及板权问题。 请作者持全数证明,与本网联系文章来源默默看国际。